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分享下我這幾個月上班的經歷 開始之前如果有興趣可以看上一條奧運工的影片 今次這份工作真是令我大開眼界 講返我小小背景 我在香港已經做了設計很多年 過來之後打算什麼都去做 很感恩幾英轉節下都做回本學 第一天上班 人事部同事帶我去埋位坐 之後就參觀公司介紹給不同的同事認識 之後他就單對單地介紹公司的政策和規矩 另外最意外的就是他第一樣講解的不是工作要求 而是這裏好主張同事之間要互相尊重 無論你是什麼職位背景種族 如果有不愉快的經歷公司都會有投訴機制去處理 另外公司提供了兩個月的優生培訓 主要是了解公司市場部的運作和這裏的風格 以及設計資源在哪裏找 其實我覺得技能上都不需要太多的培訓 我覺得主要是收集這裏做事的節奏和溝通方式 每天做夠五個小時 就會有半個小時有身的休息時間 跟香港不同 有些公司的午飯時間是沒有量出的 無論老闆或其他同事都是自己帶午餐 公司附近三分鐘車程又有麥當勞和濕味 有時我都會光顧 還有公司會提供咖啡 汽水 水果 和零食 有時零食都可以吃飽 這裏不同部門的同事見面都會打招呼 上班下班說早晨說再見很正常 而且還會問你 基本上都是開場白 另外星期一上班 都會問問 How's the weekend 星期五問你 Any planning for the weekend 或者Have a great weekend 開始有點不習慣 不過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就可以很自然地對答 最初每逢星期一上班之前都會想 我想一下 啊我究竟weekend去了哪裏呢 怎樣跟同事講呢 其實工作上的技巧 例如表現主動 工作要勤力之外 我覺得soft skills 都很重要 例如你見到同事搬東西 不妨主動去幫下手 見到同事穿了一件新的T恤 不妨讚下去 Nice shirt 當然要真心的啦 有一次我穿了一件 ice hockey 的球衣上班 原來另一個同事都是球迷來的 那就是這樣 大家打開了話題 聊了一會 記得有一次 星期五我在Tim Hortons 買了一些Tim Bips 放在kitchen裡面 大家開心 share 想不到負責零食的同事 寫了一個名字 在裡面的壁寶板 說Leslie請大家吃freshTim Bips 同事們很開心 我也很開心 最有驚喜的就是 那些同事經過的位置都會跟我說thank you 就這樣大家就很開心地過了一個Happy Friday 語言方面 其實不用怕不夠流利 腦內要翻譯 又不用怕口音不標準 因為我們公司都是 多元文化的機構 什麼國籍口音的人都有 個人經驗上覺得 其實他們不會介意 但我平時都會盡量多些 去聽他們說什麼 雖然不會完全100%聽得明白 那我都不會 怕說 Sorry can you repeat again 希望他們說多一次 給我聽 還有 不妨 學多一些回應的方式 例如 Sounds Great Perfect Fantastic Amazing 這些都是 他們常習慣說的回應的說話 我都覺得可以建立到關係 在工作環境方面 其實 公司的氣氛都很融合 福利都很好 又有醫療保險 廉價 又有免費泊車 老闆是一個 思想比較開放的人 其實包括在裡面 同事 每個人都穿短褲 要做涼鞋上班 老闆都好給空間同事 總之交到貨就OK了 那我記得有一次 老闆即興就說 哎呀星期五 要去吃雪糕 叫了零食的同事 他叫了個雪糕車來 停了在公司門樓 請大家吃雪糕 所以同事都很Respect 以前在香港的大公司 都是做一些公司品牌 In-House Branding 每天都很忙很忙 工作都回答了 不斷追逮捕 但這裡就很不同 有時候做完事後 想等 Manager Approve 有時候你比他還要急 但是他會叫你慢慢做 如果以比例計 這裡的節奏 等於香港的三分之左右 同部門的同事都很支援我 就算他們見到我的東西 有意見要去改 他都會先賺了你Great Job 才會再跟你說怎麼改 所以整件事都比較容易接受 基本上你自己管理好工作 做完了可以收工 所以都不用怎麼加班 其實九成半的同事都準時收工 包括我老闆和經理 另外這裡如果加班 是可以補水的 就是人工乘1.5倍 接著說說出糧 每天上班下班都要打卡 我們會登入一個網頁 其實上面已經登記了我們的員工資料 他會追蹤到你的位置 知道你在哪裡 在那時候就按 Clock in clock out 在這個App 裡面 都可以看到 總共回了多久 出了多少糧 請假等等 最重要是會顯示扣了多少稅 最初出糧 扣起一部分稅 其實都很不習慣 等於你的份糧 打了八折 不過我就覺得 享受加拿大的生活 福利就要有義務 政府不時都會補貼 少少給你的 有小朋友 更加會有牛奶金 另外這裡是每兩個星期 放一次糧 其實都很好 感覺好像很快出糧 今次就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可以成功在這裡找到工 都可以留言分享一下你的經歷 好啦 香港人加油 God bless you 再見